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这一节我们学习单阶的第七个衍生变化阶 双语音阶 双语音阶是语音阶多一次缠绕后打成的阶 这样会更加增加阶的强度 这个阶的用途和语音阶基本相同 当绳索特别光滑时可以使用这个阶 双语音阶的突出缺点是阶型大 需要耗费更多的绳子来打阶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双语音阶的打法 将两条绳子的前端交呼并列 因为增加了缠绕次数 打阶时需要占用更多的绳子 因此两绳并列的部分要比余音阶长一些 左手持并列部分 右手持绳头 要另一条绳子的绳干一周 两周 形成两个绳圈 注意 第二圈是缠绕双骨绳干 绳头从左向右穿入绳圈 就像卷住另一条绳子一样 打一个结 大家应该注意到 这里是比打鱼音阶的柴咬次数多增加了一次 然后打结 多增加的一次绳圈 是靠近并列两绳骨的中心方向 另一边也同样打结 将两条绳端用力向两边拉紧 这样 双鱼音节我们就打好了 同样 为了保证绳节不会滑脱 最后流出的绳头的长度 至少是绳至直径的五到六倍 好了 同学们 到这里 我们学完了单节的七个衍生变化节 我们不需要记住每一个节 把单节的不同衍生节都教给大家 是为了开拓大家的思路 希望大家在掌握基本节的基础上 在使用的时候能够灵活运用 我们下期再见